台湾的电视频道呢 大量充斥的素食广告 儿福联盟调查发现了 儿童平均每个礼拜要看95则的临时广告 而这些食品呢 在我们俗称是垃圾食品 对孩子的健康是大有影响的 卫福部一年多前就提出了修正的食安法 要替孩子的健康把关 但是到现在竟然都没有正式的实施 也让人不禁怀疑是不是受到了来自业者的压力 比如生长缓慢 长不高 经常看到 这类俗称垃圾食品的广告何其多 平均儿童一周要看95则 应该要修法管理 还有素食业者用玩具来促销快餐 先因小朋友购买 家长担心广告洗脑 小朋友正餐都不吃 结果小朋友正餐都不吃 食安法经过一年两个月还在预告 无法正式实施 应该要标示说 其实他不可以取 他是不适合取在正餐的 应该要做这样的表示目标真 理委要求 刑法三个月内就要上路 替儿童健康把关 否则就送监察院纠正 不再让儿童看太多的素食广告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